大家好,我是阿里,欢迎来到阿里厨房 今天咱们来做辣鸭糯米饭 500克糯米,先清洗干净 阿里喜欢用这种长粒的鲜糯米 用短短胖胖的筋糯米也是没问题的 给上锅面水,放一边先泡着 25克虾米,也要清洗干净 主要是去掉一些残留的虾壳和杂质 再给上锅面水,放一边泡着 泡15个小时吧,拿过来沥水 像这样一捏就碎,那就差不多了 红葱头,还松了 再切细碎 一块生姜,先派成蓉 再挤出姜汁 姜油分别装开备用 两根小葱,葱叶切成葱花 葱头派松,再切碎 与姜油装在一起 起锅 进去15克花生油 烧到冒烟,关火 趁热淋到姜葱容里 这就成姜葱油了,放一边备用 往锅里补充5克油 用手把虾米稍微挤干一下 进去 虾米水流着 在小火,慢慢炒干,炒香了 觉得太干了,可以再进去5克油 闻到鸡头 闻到鸡皮香味了 再把红葱头碎加进去 一起炒 差不多就关火 盛起来备用 糯米倒进大碗里 炒香的虾米也进去 再进去5克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动作要轻一点 别把糯米给搅碎了 拌匀之后倒进一个大盘子里 我这个的开口直径是28厘米的 稍微铺平之后 把虾米水也倒进去 差不多有100克吧 再加入100克左右的清水 看看这水位应该是在米面以下的 放进锅里,用中小火 先蒸个20分钟 不管是江西,还是湘西 越西,还是越北的辣鸭 都是没问题啦 所谓的肥肌瘦鸭嘛 我就比较喜欢瘦一点的 先把刑具去掉 再把它大卸N块 市面上还有单独的辣鸭币售卖 很方便,肉也多 但总感觉不够整肢的香 要注意压补丹的部位 有两颗腺体,要取出干净 那味道估计只有极少数人认为是香的 这次咱们就只用下肢和鸭皮 这些骨头留着 下期咱们再用它来做好吃的 刚才炒虾米的锅不用洗 直接加水进去烧开了 两根辣鸭币进去 先煮个两分钟 之后再加两根辣肠和100克辣肉进去 再煮一分钟左右 把鸭皮也进去 一分钟后关火 捞起来 看看这些水,非常脏 所以要烧第二锅水 再炒一次 有一到两分钟就够了 不用担心煮没味儿了 想象一下这些蜂蜡品的晾晒过程和环境 就可以觉得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 这边已经蒸20分钟了 来看看 米饭已经接近熟透了 把辣味码进去 饭面焗辣味那是老广东都懂的事情 而且一定要整块进去 熟了之后再进行分切 只有这样做才能保全辣味的香气 辣鸭一定要够姜才好吃的 刚才的姜葱油满满的铺上去 水不够了就再加一点开水 盖上盖子 再蒸10分钟 期间我们来炒个西南瓜 开水里加进去5克油 切洗好的西南瓜进去飞一下水 飞水的药以在于快 不用等它熟的 水再沸腾就可以捞起来了 刚才的姜汁加3克糖 5克盐 2克玉米淀粉 再加50克清水 调成姜汁嵌水 把比较大的鸭皮切成小块 小火先把鸭皮干煸一下 干煸过的鸭皮不仅仅香 还能去掉一些不好的气味 等有点焦边的时候 加进去2-3克油 这样鸭皮就会往外渗油了 差不多了 西南瓜进去 用大火先炒干水分 再沾入10克8克的料酒 炒香了 再分2-3次 把姜汁嵌水炒进去 整个过程 锅底是不会有太多水分的 这样炒出来的菜才会香 关火,装盘 炒的过程也就4-5分钟吧 再简单调个酱 3克糖 30克开水 先把糖化开了 再进去15克生抽 15克蚝油 有的话可以再加2克驴露 没有就算了 最后来一点点脑抽 调个色 搅匀了,备用 那边的饭也好了 改盖闻香啊 估计隔壁家大爷都能闻到 关火移过来 手持案板和刀都要用开水先烫过 按自己喜欢的大小分切开 喜欢怎么摆就怎么摆 阿里是个粗人 也就能摆成这个样子了 再来上一些炸花生 淋上酱油 撒点葱花,装点一下 等手机吃完了 咱们还是得要把肉夹出来 用勺子划松了 这样才好与家人一起分享嘛 如果觉得上面的流程太紧张了 可以调整一下 像洗切,焯水,飞水,瓢酱 这些工作都可以在上锅蒸之前先做好 蒸好的糯米饭也可以放锅里用小口保温 青菜是一定要最后炒的 既能保持氢绿,也不容易蟹 我是阿里,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